继续把镜头转到菲律宾的三宝岩 来看到慈祭志工在南部 举办了大型的单脚训练营 为当地将近有100位的单脚患者 带来量身定做的一支 让他们找回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以及希望 量身定做的一支 为节肢患者带来面对生活的勇气 这不是只是简单的准备 如果你看到它 它只是一只Gi-Pipe 但是一旦它们放在它们 它变成非常有用 这比起来只能给他们的勇气 这就是要给他们的生命 慈祭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筑膜 更是首次和南三宝岩省政府合作 在首府为将近100位的患者 举办大型单脚训练营 因为车祸失去一条腿 36岁的司机阿曼多 失去养家糊口的能力 现在能重新学习行走多了信心 约瑟和志工团队从三宝岩市坐了七个小时的车来服务 因为患者的心声 他最懂 同时也为新的患者量身铸造新移植 两天内在医治团队的协助下 让患者脱离轮椅和拐杖 重新走向新生活 大约新闻 珍妮尔 米凯拉 菲律宾报道